随杨帝杨广有多会玩 在父皇杨坚并重弥留之际 公然调戏其妃子宣华夫人 为了方便自己随时随地行论 杨广在位期间 后公公女妃子全部被要求穿开当裤 史书上记载这么荒淫无度的杨广 在后世眼中却是始终褒贬不一 有人认为他能比奸秦始皇 京杭大运河的修建甚至比万里长城对后世影响更大 说其功绩斐然 一生所作功绩远超唐太宗理士民 这般争议的杨广究竟在历史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是功大于过的一代明君 还是史书所描述的暴君横正 让我们拉开历史的帷幕 盘点盘点杨广一生所作事迹究竟如何 北周天和四年 也就是公元569年 杨广生于长安 是杨坚和独孤皇后所生敌次子 其生来便集聚慧根 从小便能吟师作父 且样貌姿态端正俊老 因此颇受父皇和母后喜爱 但哥哥杨勇很早便被父亲立为太子 自己却在13岁时被封为晋王 从小就抱有一颗名流千古帝王梦的杨广 自然不甘如此 区区一个亲王 哪能满足他权倾朝野的野心 在和哥哥杨勇相处中 杨广更是发现有机可乘 哥哥杨勇为人一向率真 缺乏心机成福 这般性格为人可做君子 却不适合做一个掌控天下的帝王 父亲杨坚自然知晓长在所缺 在自己的五个儿子中 他最看好的便是杨广 既有才华又有心济善谋略 所以杨坚在杨广出路头角时 便有将其立为太子的想法 杨广自己也是非常争气 看出父皇有意后 他明里暗里都像着 父皇心中未来皇太子的样子模仿 隋文帝不喜花心成性 自己便独宠一人 迎娶母后一族的消逝 两人在父皇母后面前的模样 一直都是举案其眉的模范夫妇 杨坚很是在赏的 而且杨广府上有两多侍女 一组是风华正茂的妙龄女子 一组则是满身破旧不易 面相一般的老妇 此举自然是为了讨好杨坚 在父皇上门探视时 杨广便吩咐貌美侍女 躲在府内深处 然后在一边的不依老妇上前接待 自己则是急忙叫上正妻 萧氏一同到门口亲自迎接 杨坚看到儿子府上 这般清廉模样 自然高兴万分 于是随后不久 在公元六百年十月隋文帝 费杨勇 次月改立杨广为皇太子 殊不知 杨广亲手所立的太子杨广 却是日后狠心将自己终结的恶魔 隋杨帝杨广有多荒淫 当着病重父亲杨坚的面 欺辱霸凌自己的母妃宣华夫人 在公元六百零四年七月 隋高祖卧病在床 杨广见父皇病重为急眼 看着就快不行了 于是写信给自己的心腹杨素 询问探讨杨坚后世安排 以及自己登基大典 该如何筹办的事项 不料送信人物将杨素的信 送到了卧床的隋高祖手上 重病的隋高祖看了大怒 自己还没死只是得病了 儿子杨广却已经开始这般欢天喜地 竟开始和臣子讨论登基的事 当即宣杨广进宫 想要当面责问他 而此时的杨广却早忘了这封信的是 在皇帝病危 时刻所有人都战战兢兢 忙里忙后的请太医寻名要事 杨广却悄悄摸进了母妃宣华夫人的屋内 要知道宣华夫人陈氏和父皇年龄相差甚大 自己父亲早已经是个糟老头子 而母妃陈氏却正是个风华正茂的娇艳美人 此前杨广一直伪装自己是个正人君子 在杨广眼中其始终对正妻萧氏深情无比 可谁知他早看上了风情万种的母妃陈氏 趁着父皇病重之际 杨广逼迫陈氏与他做些不可描述之事 宣华夫人受辱自然委屈至极 于是便找上夫君杨广哭诉 指控太子杨广对自己图谋不回 趁杨广病重之际飞离自己 杨广至此才彻底看清自己儿子丑恶的一面 当即传令大臣柳树 原言草拟诏书想要废掉杨广太子之位 可刚想了一番的杨广早收到消息 自知太子之位危在旦夕 于是采取措施 将隋高祖锁住宫殿全面封锁 更是想方设法将柳树 原言抓进大牢 并让树子张衡录了隋高祖寝殿伺候父皇 不久隋高祖便驾崩 并在公元604年7月正式继位 终于权清朝野的他 下定决心要干一番大事业名流千古 于是在位期间 其在前人修建的运河基础上 又输进修隋朝大运河 随后又迎建东都洛阳 千都洛阳 西征土域魂三征高沟里 在干着一番大事业的同时 杨广的色欲花心也是一样没落下 杨广即位后有多会玩 幼时孩童所穿的开裆裤 被他活学活用到了嫔妃身上 而古代女子衣物挂减众多 一时兴起下想要一个个宽衣解带 实在太浪费时间 于是隋阳帝想起幼时 孩童穿的开裆裤 孩童穿这种衣裤 是为了方便排泄换戏 后宫嫔妃们穿此类衣裤 自然也是为了方便 至于方便在哪一方面 便不在习说 如此一来 杨广寻乐之时 效率快了许多 妃子们即便再不情愿 也被迫穿成衣不蔽体的模样 后来杨广觉得不过瘾 甚至让服侍他的宫女们 全穿成这样子 而此前被他欺辱过的 母妃喧华夫人 自然也难逃魔掌 被他囚禁在宫中 肆意妄围 之前还有杨坚 为他撑腰身躯 现在失去了这把庇护伞 宣化里是彻底成了 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杨广年年出巡 曾一度三游扬州 在旗下江南市 为满足自己荒言乐趣 增建了一艘金碧辉煌的龙舟 并在鱼米之乡 挑选了一千名 肤白貌美的江南角色 让他们穿上白衣古服 在船前拉借 一旁还奏着宫廷仙乐 这般天仙生活让杨广欲罢不能 杨广站在船前望着前面 一个个美女香汉淋漓 甚至对身边大臣 夸江南女子美艳动人 说故人言秀色若可参 如将仙 真可了解 随后更是一跃跳下龙舟 牵起了前方一名拉倩美女 众大臣定睛一瞧 果真是绝世美女 只见干女子美眼勾人 一对额眉仙长柔美 面对隋阳帝的轻浮 只是禽手为矣 脸颊上煞时腾起两朵烟红 杨广大孝奸拦腰 抱起这名叫无将仙的江南女子 回身到龙舟内再无踪扬 后来该女子被杨广封为空童妇人 成了帝王妃子 日日夜夜跟在隋阳帝身旁 其为了一己私欲 在各地大修宫殿院佑 离宫别馆 其中著名的有显仁宫 江都宫 临江宫 西院等 西院在洛阳西部 化地方园二百余里 院内设有人宫湖 湖中有山石 宫殿楼阁遍地而起 其布置巧妙穷极华丽 隋阳帝常代供女嫔妃 数千人骑马游戏院 这般大兴土木耗费无数人力财力 据说当时建造各类宫殿楼阁 修建大运河时 每家每户都要出一口人 劳逸中的死亡人数 比起长城修建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般不顾百姓死活下 大量农民起义 外国都看不下去 在公元617年5月 李渊在晋阳起兵 同年11月攻入长安 用立杨幼为皇帝 随朝名存世王 随后与文化发动兵变 将藏匿在西阁的杨广义市 十年五十岁